分头毕业电脑疫情出现上升的趋势 但再过一个星期就要开学了 22号指挥中心宣布开学最新防疫指引 9月12号起确诊或快筛阳性者 经过7天居家照护后 无症状就能返校上课 至于染疫者的同班同学跟老师 由学校提供一记快筛试剂 只要阴性或无症状就能照常上课 但这个做法却引发不少家长反弹 我会先请家 会害怕他再继续确诊 再确诊一次对 虽然没怎样 可是比较怕是后遗症 打了也会怕 打了怕万一怎么了 不打怕染疫怎么了 台开国内五岁以下 幼童地基疫苗覆盖率仅有18.9% 距离指挥官王碧胜 希望整体开学时 能达到60%的抗体目标 还有一段距离 台湾发生密子息的几率不低 还有很多的小朋友会产生脑炎 而北市也宣布8月30号当天 为了避免开学校园人数过多 开学当日不开放 小一新生家长入校 该由学校工作人员 分流带进教室 另外高中以下学校 恢复游泳实体上课 但游泳拿下口罩 是否会增加染疫风险 就怕确诊师生人数增加 教育部表示 确诊快篩阳性或居家隔离师生 可请防疫隔离假 自主防疫期间也能请自主防疫假 若学生身体不适快篩阴性 仍有疑虑也能请防疫假 居目的列入出缺情评分记录 开学在即对师生家长都是一大考验 记者李清 陈嘉伦台北采访到 海华XO干贝架 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 它的蛋白质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贝架要去哪里买 是我们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 电商的网站 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咯 好希望大家爱用咯